其实来关心国际间重要瞩目的焦点是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死伤惨重 泰国警方公布了监视器画面之后 似乎非常确定黄一人就是爆炸嫌犯 那么昨天18号跟一度传出说逮捕凶手 但事后经过追查这是误会一场 这位男子呢也上网po文曾经说自己不是炸弹案的凶嫌 但到底这恶劣的炸弹客是谁呢 那么现在有此一说是政治阴谋引爆的血案 英国媒体BBC更是大胆推测这是外国组织下的毒手